我們剛剛已經把話講得很清楚了 請師傅不要再拿著麥克風講一樣的話 請進去跟可以決定這件事情的人 做一些溝通跟討論再出來好嗎 我們把話講得很清楚了 台南市鐵路地下化市公共議題 公共議題所有人都有資格參與討論以及發表意見 那我也希望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市民朋友一起進去 我這樣的要求我認為是合理 你們覺得合理嗎 合理 我邀請共同關心的朋友一起進去 這是市政府一直講這是一個公共議題 這是公共利益所以我們這些少數的居民必須要犧牲 既然是公共利益我們就應該讓所有的公共議題攤在陽光下 讓所有的人都來聽得見 我邀請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都能夠同時一起進來 但是我們也希望場面是和平的 事實上昨天並不應該發生不愉快的暴動 昨天若不是警方強硬的區隔 其實這個場面是可以很和平的各況昨天的座位都是足夠的 為什麼要區隔北區的先進去有位子在東區再進去有位子仁德區再進去 這是市政府的分化的行為我認為很不妥 我現在誠摯地邀請所有關心這個議題的台南市民朋友 所有的媒體朋友所有的年輕朋友都一起進來 謝謝 等一下我有問題 聽我講 這是市政府我要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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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我有問題就是說剛才那個小姐不是說嚴線居民就可以進去 為什麼要進去他要擋住我呢 跟昨天一樣跟昨天一樣昨天也是這樣子 為什麼要這樣子呢 我們不是沒有父母的生養的耶 我們是父母的生養我們人家要被牆了 我們還要操作這種誤蔑 還要操作這種火黑 黃小姐 他說我們昨天表現成這樣子 今天沒有辦法討論 我們要再次說明大家看看 今天現場這樣子的狀況 昨天昨天是誰造製造出來的衝突 我們看到今天的大門是設計的沿線的住戶在這邊 也進不去 是不是 是不是今天的走指揮沒有辦法來解決問題 是不是可以請蕭處長出來解決 黃小姐 王小姐請你不要迴避我們的問題 我再說一次如果鐵路地下化是公共議題 為什麼可以限制人民參與 請市府正面的回應這件事情 好 黃小姐可以麻煩你回應一下嗎 我們今天的現場是為了拆遷部舉辦的互動溝通作談會 我們很清楚邀請的是鐵路沿線的拆遷部 河南信用 沒有溝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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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信用 排好對 然後我們請徐教授來幫我們呼籲市政府 來請徐教授幫我們呼籲市政府 讓台南鐵路地下化這個公共議題可以得到充分的討論 那許教授麻煩你 各位在場的鄉親朋友 各位警察朋友 大家晚安 我想這是公民的基本的權利 尤其這樣的一個說明會 應該要讓所有的權益關係人 甚至是利害相關人 都有機會可以來參與 我覺得台南市政府 尤其是警察局 採取這種禁止公民進場 這樣的行為 是違背了憲法上對於人身自由 及言論自由的一個保障 我要說 台南市政府 比苗栗縣政府還不如 在苗栗縣舉辦的 都市計劃說明會 做黨會 台灣農村政縣的成員 都可以進場 幫農民表達心聲 但是到台南市政府 農村政縣的一個成員 竟然沒有辦法進場 讓當地的市民 來表達心聲 我要說 台南市政府 比苗栗縣政府還不如 來請的比劉志弘還要糟糕 前者來請的拖棄 來請的拖棄台南市政府 歡迎你們入場 好 我們現在在場外 居民如果想要先進場的 我們請讓警察讓居民進場 可是如果居民沒有學生陪伴就不願意進場的 我們現在就在場外靜坐 看他這兩個小時 看他這兩個小時要用什麼樣冠冕堂皇的理由 開完這場不公不義 沒有溝通說明 沒有限制人民入場的說明會 台南神學院正在當中 難道這樣子就不是一個可以發生的功名嗎 我們身為一個學生 我們可以扮一個居民 難道這個要求 這個邀請 是過分的嗎 所以我恳請在現在這邊 我們可以聽到 我們現在所發表的意見 我們非常希望 市政府也可以聽到這個聲音 在這樣的新聞出來之後 難道沒有一點感反應嗎 難道看到這些新聞之後 難道學生不能夠堪運嗎 今天學生 我的學長姐 我的同學 甚至我的學弟 都可以一起來參與這樣的事情 跟這些居民的關係 是密不可分的 難道這樣不是參與的一部分嗎 難道這樣不是可以共同 去進到這個座堂會裡面嗎 我們要求的是一個 可以互動溝通的平台 並且能夠聽見彼此的聲音 難道我們住在旁邊 是一個學生 就不是住在台南市嗎 我們也是一個台南市民 我們是學生 更是一個住在這裡的市民 難道非得要奔區 或是說我們不是拆遣戶 來去界定嗎 我覺得非常不合理 學生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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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進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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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生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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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邀請進入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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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沒有實質正義 沒有程序正義 沒有程序正義 就沒有實質正義 就沒有實質正義 我們看到現場聚集到我們旁邊的居民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大家都發現這場說明會 市府根本就沒有跟大家溝通討論的誠意對不對 對 所以市府你自己出來看看 居民的反應是什麼 為什麼你的說明會一結束 居民都來到我們的身邊 跟著我們一起舉起布條抗議 因為大家都發現這場說明會 根本就不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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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